各位朋友给大家报告一个快讯啊 俗话说天狂有雨人狂有祸 最近呢菲律宾是挺狂的 是吧啊 这个仗着美国撑腰 最近挺跳脱呀 这不是刚刚来获释了 这个你有些地方啊 这个不信玄学不行 我们不是前几年 我老给大伙说 中国现在正在国运上 是吧 那中国现在是处于 是这个谁碰谁倒霉啊 瞪谁谁怀孕的这么一个孕上 所以呢 别这个闹腾 闹腾没好事 根据中国地质台网的测定 12月02号22时37分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的海域 发生了7.6级的地震 震源深度40千米啊 注意为什么我说八级呢 因为这个地震呢 它都是这个规律 最开始的公布是6级 后来到了7.2级 后来又修正到了7.6级 没准就会修正到8级 我认为可能是一定是接近了8级的一个地震 这是个大震啊 中国驻菲律宾大卧总领馆称 说领馆的各地都有强烈的震撼啊 占无中国公民受到影响的报告 根据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 这个地震呢 说是会在周围引发局部的海啸 但不会对我国的沿岸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但是对日本会造成影响 好吧 菲律宾和日本最近都挺闹腾啊 根据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称 根据数据分析的地震将引发一米高的海浪 封闭的海湾和海峡区域的海浪会更高 预计会发生破坏性的海啸 危及生命安全 预计第一波海啸将于2号晚上的10点37分到11点59分之间抵达 海浪会持续数小时 建议相关地区的居民尽快的撤离至地势较高 或者是内陆地区 这些地区的船只也应该加以固定并远离海岸 已经在海上的船应该停留在近海的深水中等进一步的通知 日本发布了海啸的警报 说是受菲律宾强烈地震的影响 日本的气象厅在当地时间12月2号晚上11点56分发布了海啸预警 警报 覆盖的范围 自日本本州岛的千叶线向西一直延伸到冲绳的县 宫古岛 八重山地区预计海啸将在日本时间3号的凌晨1点30分 首先到达冲绳县、宫古岛等地区 随后陆续到达其他地区 目前预计各地的最大海啸高度为1亿米 千叶线的部分市区已经发布了避难指示 呼吁沿海地区的全体居民从危险的地区撤离 这到日本去了海啸 中国沿岸没有受影响 我们看看当地的一些情况 地震的一些情况吧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策定 12月2日2023时7分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维维8.65度 东京126.45度 发生7.6级地震的阵营深度40公里 此后菲律宾附近海域又发生了多个6级以上地震 现场画面中地震发生后 房屋剧烈摇晃 水缸猛烈晃动吊灯也不停摇晃 当地华人也拍下了惊魂的风 感受到震感后 立刻跑出所居住地 期间警报声不断响起 跑到路上后房屋还在晃动 周围许多人上街避难 此外一些待在酒吧的民众 在地震发生后也匆忙逃离现场 还有人拍下了地震后 大批鸟群飞舞 集体迁徙到别处的现场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 此后发布海啸预警 根据数据分析 此次地震将引发一米高的海浪 封闭的海湾和海峡区域海浪会更高 3日凌晨3时23分 菲律宾方面取消了海啸预警 现场视频可以看到潮水有所退去 这次地震将引发一米高的海浪 东地的海湾和海峡区域海浪会更高 预计将发生破坏性海啸 规及生命安全 预计第一波海啸将于2日22时37分到23时59分之间抵达 海浪会持续数小时 并据日本独卖新闻当地时间3日报道 受菲律宾地震影响 日本气象厅于当地时间2日23时56分发布海啸警报 警报覆盖范围 自日本本州岛千亿线向西 一直延伸至冲绳县东湖岛和八重山地区 预计海啸将在日本时间3日凌晨1时30分 首先到达冲绳县东湖岛等地区 随后陆续到达其他地区 目前预计各地最大海啸高度均为一米 据中国地震海网正式测定 12日2日22时37分 在菲律宾连南老岛附近海域北纬8.65度 东京126.45度发生7.6级地震 震源深度45度 自然资源布海啸预警中心 根据初步地震猜数判断 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 但不会对我们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国中心将继续跟踪分析地震和海啸监测数据 并及时发布信息 北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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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这个菲律宾和日本 实际上都在一条地震带上 就是看到了吗 这条环太平洋的火山地震带 像条蚯蚓似的 菲律宾和日本都在这一条带上 所以说这个事情现在还没那么容易就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据有关部门的分析 它这次的地震比较深 震源比较深 40公里 一般的这种震源比较深的 40公里的 可能会强震 可能在后续会持续的向上传递 比如说因为它40公里八级地震 它传递上来的能量 经过这个地壳的时候 是吧 地壳的时候 然后呢 比如说在浅层十几公里的地方再发生一次 这个大强震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有人说呢 这次的强震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的 这个地震带 一发生强震就不是好事 环太平洋的火山带 也叫环太平洋的火山地震带 是一个围绕着太平洋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的地区 全长的4万公里 这个乘马骑行 这个地震带上呢 有一连串的海沟火山户和火山带 还有板块移动 他们这个有一共有452座火山 是占有世界上活药和休眠的火山 75%以上 环太平洋的火山地震带啊 有90%的地震81%的最强烈的地震 都在这个地震带上发生 你看一弄就巴吉 是吧 喜马拉雅山脉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地震带 从爪哇岛到苏门拿腊一直到喜马拉雅山脉 那是另外一个强地震带 这个是最强的地震带 就是这个环太平洋的这个地震带 它的成因呢 就是因为板块的移动和碰撞 这个他们的东边呢 是由于纳斯卡板块和科科斯科板块 沉没于向西移动的南美洲板块之下 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些这个强震火山 所以说这个地震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 后续的这些系列的强震 反正菲律宾和日本自求多福吧 你就啊 别闹腾了 闹腾就有祸 是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